我們看立體失誤 他說這個圖 這是電流I1,I2,I3 都是出來的電流 他說間隔是R 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 然後每一根電流都是I 電流大小都是I 他問 這個每一導線單位長度所說的磁力量是多少 兩個導線如果電流方向一樣的話 那麼它是什麼呢 它是吸引力 它吸引力 這邊吸 對它也是吸引力 所以的話就等於 它對它的吸引力 再乘以cos30度 前後左右兩倍 所以這個吸引力 這單位長度的吸引力 就是F 單位長度的吸引力 就是兩個 F1 那F1代表什麼 代表它給它的單位長度的吸引力 它再乘以cos30度 那兩導線之間 單位長度的吸引力 F1等於多少 等於它在這裡建立的磁場 就是L 它的長度L是1 再乘以到 電流是I 再乘以呢 它在這裡建立的磁場 它把它帶進來 這2乘以多少 2πr分之μ0i 它再乘以2分之更號3 μ0i平方 2消掉 所以是2πr分之更號3μ0i平方 這個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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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 3 4 4 4 5